然後呢 老闆就必須 應酬客戶 然後就一定要帶著妳 所以我一個女同事呢 因為不堪這個老闆呢 一直應酬要帶她這種困擾 然後呢 她就一直在想辦法 有一天被她破解的一個方法 因為她從白天上班的時候呢 她發現老闆是一個愛狗人士 一個大公司的老闆上班 提一個公司包 裡面養一個玩具貴賓這樣子 玩具貴賓 就很小隻那一種 你家那個巧克力 我們家那個還算大的 有一種那個貴賓 可以裝進茶杯裡面 有這麼小 有這麼小 很小 米米的 那隻貴賓狗很厲害 那平常我上班的時候 豬無貴賓 可是老闆喊 開會了 那個狗就不講話了 然後就靜靜的在旁邊 跟我們一開玩會 散會 哭 哭 哭 她春不聰明 貴賓是 會不會是鴨子假裝是貴賓 所以呢 敲光成貴賓狗的鴨子 老闆徹徹底底是一個愛狗人士 所以那個女同事就找到一個竅門 有一天呢 老闆就說 晚上有沒有空 那個人家南部的客戶上來 要餵狗 要陪他們那個 他就說老闆這樣子 因為我們家公園附近 有一批流浪狗 那也滿可憐的 有時候那邊流浪來流浪去的 所以他必須 固定要餵牠們 他必須要去餵流浪狗 那老闆聽了大受感動 對這個員工的好感度就增加了 愛狗人士 對 他也避開去那個應酬的 那你知道餵狗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餵一天狗就要餵一輩子的狗 因為他們會知道 他會來等 他會到那個地方 好啦 那可是呢 也是有那個糗的時候 過了兩個月 他又跟老闆說要去餵狗 因為他以為那個 因為老闆問他晚上有沒有空 他以為老闆要找他應酬 沒想到老闆說要陪他去餵流浪狗 他急得整個下午 打電話跟朋友借狗 結果老闆跟他去的時候 這邊的流浪狗這麼高級 對啊 比雄犬 餵賓狗 黃金蠣犬 而且每隻洗得剛剛晶晶晶的 窮丟丟氣昂 照顧得真好 照顧得真好 還有穿那個蝙蝠俠 穿超人妝的那一種 會染頭髮的有沒有 這邊粉紅跟這邊染的 我家狗以前穿過維尼熊 胖到不行 很難脫 就類似這種被戳破了 對啊 孝晨哥 台灣的老闆跟主管 非常在乎他的員工 你會不會就是 有主動配合參加這個 公司之間的這樣的應酬 還有包括你會不會願意 這樣子主動的要就加班這樣 當然就是說在健全的公司裡面 他會給你加班費 然後在健全公司裡面 帶你去應酬的時候 不會把你搞得好像 想像什麼賠酒的 像這個樣子 但如果碰到少數 像這種情況的時候 通常像生病的 還包括我要去有上記心的 或者是有沒有 要做公益活動都可以用 但是有一個重要的地方在哪裡 你要讓老闆知道 你是有回家的時間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你剛才講說 他會問你說有沒有男朋友 這個時候你就講說有 那個我沒有男朋友 但是我跟我哥哥住在一起 你可能中南部上來的 我哥哥有門禁時間 如果沒有的話 他可能就會打電話找我這樣 或者是我住在爸爸家裡面 他們會擔心我 我10點鐘一定要回到家 好 大家就你先把自己 設一個卡榛在那邊 老闆久了之後他就會知道了 下次的話再找你 最多了不起 就是假設你真的長得很漂亮 在應酬上面的 應對又很好的話 他聊一期就把你撐到 留到9點半左右 這個又像單身女生住的陽台 故意掛個兩件男人那一面 外面放男生的休息 對 一面 對 然後上班時間體力都是有限 還是要學一些招數 一面老闆若無禮的要求 是不是 好看 不要剃掉對不對 好看 我很討厭人家討論我外型 他會變扭 神奇 我覺得我好像跟另外一個人 在主持 對 害羞了 你自己要這樣 他希望大家看到他的內涵 而不是一直在意他的容顏 對 我一直跟范范講這件事 對 不要因為我的外表 都我在意這類類型 為他能給我老婆講這句話 對 太多了 好 謝謝四位來賓 精采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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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